回去要再練習的話 直接也可以拿台中市 因為我在雲端上面也有下一個範例就是台中市 這個台中市的話會有個比較大問題 如果你要抓107年的資料的CSV 那假設你把它下載之後 直接用椅子用開的話 會有個問題 就是會怎麼樣 亂碼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需要亂碼的話 我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不要直接打開 不要直接點兩下 那你如果假設不直接打開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 就是eSale裡面有一個功能叫資料 資料裡面有一個從文字檔 從文字檔裡面的話 變成說你要先開eSale 再去開資料的從文字 然後再來的話找到下載裡面的這邊 有沒有107年的住宅 那他這個地方多一個功能 就是他會先判斷說你的編碼方式 有沒有看到 他會去檢查 你是UT28 所以他會幫你切到UT28 然後直接按下一步 直接按完成好了 直接就完成 有沒有發現直接放A1 欸資料 欸資料就OK了 就的資料 應該是直接 我換一個好了 資料 記得喔 從文字檔 然後找到他 然後按完成就可以了 放A1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欸他沒有切 所以喔 資料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不能直接按完成喔 直接可能 這邊的話變成 你要下一步啦 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這邊可能要跟他講 這個逗點啦 不然他沒辦法 幫你分開 然後按下一步 然後直接按完成 所以可能是分隔符號那個地方 要注意一下 有沒有 資料就OK了 所以如果假設 他的編碼方式 是UTF-8 的話 反而在Excel就會是亂 欸這個會是 所以 但是我記得好像 最新的Excel好像沒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 我們這邊的Excel好像是2007的 所以可能會遇到那個打開會亂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 你下載一個UTF-8的一個 這個編碼方式 那假如是亂碼的狀態的話 那我是建議 你直接從那個資料裡面 從文字檔把它匯進來 這樣應該就OK了 那至於其他的部分 請各位也許再試試看吧 比如說 台中市107年 他的資料 假設你要把它抓下來的話 然後或者是說 你抓下來之後 想要把它變成 是一個Excel檔或資料庫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回去可能就是 請大家再多多練習 反正這個東西其實 就是多用 慢慢就熟了 那下個禮拜的話 因為 爬資料 CSV最基本 最簡單的 然後你說 老師還有其他的 有沒有更複雜 其實有 你會發現 這邊也有 Json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 你想要知道 這個107年的Json 那你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直接檢視它 然後這邊有個連結 點它一下看看 它有下載了 OK 那你看這邊有個Json 那其實Json它長怎麼樣 按右鍵 你可以用Edit 然後可以加加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我直接拖拉到瀏覽器 好了 像有時候我習慣 你要怎麼開 直接丟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丟到瀏覽器 把它放在這邊 放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Json格式 它裡面長的樣子 有沒有發現 它的符號 有沒有 天啊 這什麼東西 第一個你可以 哇 這什麼 比那個 比那個CSV還更複雜 但是實際上 它是有規律的 而且這種 Json的排列方法 未來會非常多的格式 都長這樣 但是你也不用太害怕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有沒有看到 瓜糊 外面的話是中瓜糊 那中瓜糊 實際上指的是串列 所以Json如果要放到Python裡面 非常容易 因為它本身是相容於Python的 所以外面只要中瓜糊 就是一個串列 好 所以串列的話 那你看 那裡面又有一個大瓜糊 那大瓜糊我講過 就是一個形態 叫字典 所以呢 我們後面會提到 字典跟串列最大的差別 就是這個字典前面有個key 然後中間有個冒號 後面就value 所以其實 在那個串列裡面 是沒有這個key跟冒號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拿掉了 其實就是串列 所以如果字典跟串列 比較好分辨 第一個 它變大瓜糊 第二個的話 它會多一個key 所以你會發現 它這個串列怎麼分析 它這個是 在一個串列裡面 它放了一個字典 那這個字典裡面呢 有幾個欄位 有四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的話 是編號 有沒有 你會發現編號冒號 裡面放1 表示第一筆資料 然後呢 再來就暗號冒號 住宅切到 發生時間冒號 有沒有 然後發生地點 所以它四個欄位 那接下來你看下一筆 下一筆有沒有看到編號冒號2 案類冒號 發生日期冒號 後面的話發生地點 所以你會發現 前面的key怎麼一直重複 對 key就是欄位名稱 也就是說它的欄位名稱一直重複 後面就放它的資料 那當它可想而知 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資料一直重複 對不對 可是 這個就是現在很流行的一個 其實Jason 或者是NoSQL也是類似 它前面就是key 後面是value 那 所以你如果知道這個格式 你現在要解析就簡單了 所以後面 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們主要就要針對Jason 這個格式 假如我希望把它變成Excel的話 OK 這要怎麼變Excel 如果以前你 假設你沒有學過Python的話 說真的你看到這個格式 你可能就昏倒了 跟各位講 現在這種格式越來越普遍 尤其是資料交換 慢慢 好像大家都不太喜歡用CSV 尤其像那個什麼 像AI 我發現那個Charge PD 它給你的也是這個東西 所以很多資料 程式或者網路之間交換資料 都會用Jason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請大家回去稍微了解一下 那這個了解的方法 我在底下 因為這中間其實還有很多範例 因為時間的關係可能沒辦法講到 那底下的話就是Jason 在雲端上面的第幾頁 第18頁的地方 這邊有Jason 那假如說你怕那個Jason 不好解析的話 其實有一個工具 叫Jason Editor 那下一次的話 我會再跟各位說 怎麼樣去利用那個編輯器 來瞭解這個Jason格式 OK 那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就是那個 Jason 我剛剛是主要是針對那個 台北 台北跟台中的比較 另外台中部分的話 如果你資料是亂碼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 就是Excel裡面的這個方式 去開 這個資料裡面從文字 就是